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计到赌博 你认为钓娃娃属于赌博吗 你怎么乐 我感觉这个挺好的 我直接给你买个娃娃机 它那个娃娃机没有多少钱 给你买点娃娃回家 回家随便你钓 也挺好 你每天在他这换币 换完币之后钓 对 那钱咋地都没充具 我跟你说 就在家里的酒馆是不是 对啊 然后一钓的鱼 我还可以给你做 红烧和水煮豆会 俩儿在家多好 这一里外各钓各的 对 各有各的乐趣 但只是一个想 花言子还是想要爱情 你觉得这个女孩 就特别憧憬爱情的那种 你会选择吗 首先就是说 我的定义就是说 先谈物质 那你不谈爱情 只谈物质 那你是想选择你的女朋友 是偏向于包养类型吗 包养类型吗 不是 这个绝对不是 什么样的女朋友 是包养类型啊 因为她没有感情 只谈物质 你看我给你买口红 可以在一起吗 买包包可以在一起吗 买车可以在一起吗 是这种吗 只跟你谈钱 谈价格 首先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理解的物质吧 就是说 我感觉的物质 就是说 比较务实一点的女孩 女方要求我说 你得有房啊 你得有车啊 你得给我多少彩礼啊 我感觉这个东西 可能先说出来 比较好一些 别到时候 就是咋咋处的 挺好的 两年三年了 要结婚了 完之后你跟我说 这些 我可能有的满足不了 有的能满足 到时候因为这点事吧 说 再分手什么的 就翻不上了 哦 明白 那她说的是 物质的女人最成熟是 先把这些东西 要求都提出来 对 没有啥问题了 我也能接受 然后你要的这些呢 我也能同意 双方都没有意见了 然后呢 然后再谈着去 谈恋爱啊 再相处 再交流 是吗 谈完物质之后 毕竟得有爱情啊 谈完物质 咱们再谈爱情 哦 来看一下第二个段片 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对于另一半呢 我认为 好看没有用 一个女孩长得再好看 我也不会去追 我喜欢的是那种有才华 有事业心的 有能力的女孩 是非常吸引人的 漂亮和才华很少能兼容 二选一 我会选择才华 我不希望另一半结了婚之后 就做家庭主妇 即使你一个月挣四千块钱 我宁可花钱请人做家务 也不希望你在家待着 因为我对自己有要求 当我在不停地向前跑 而你原地不动 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我想要的就是 能一起进步 共同创造条件 农村的成立的都可以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我陪你去风 这只飞机碰到雨天 这就会坠落 太残忍的话我只说 因为爱很重 你却不想走 却我纷纷相纵 谢谢 唱得很好 唱得很好啊 你知道他唱这首歌 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 我跟你说 余晶 你知道什么叫代沟和差距吗 我这是代沟 不知道JJ那个 我偶像 林俊杰 我男神 JJ老公 该说不说 我也是上长沙去看他演唱会 一顿尖叫 我只想在台上给他拽下来 你老信了 就买第四排 拽下来干好 啊 拽下来干好 就是 你想亲这一口气 疯狂的分析 季晶啊 我告诉你 有一种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叫你想亲林俊杰 但他只了解林志颖 对 对 现在是十六盏灯都灭了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 能够想象到这个局面吗 能 我可能要求了大家可能不理解吧 找物实行的没错 之前先知道两个人合不合适 再谈爱情 对 所以我觉得他想的也挺成熟的 今天可能在这儿 我觉得年龄啊 缘分啊 可能都有很多不合适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一个优秀的小伙 来 缘分天使送给你 谢谢 掌声送给铁柱 加油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